昨天视频已经说了周深在最新一期游泥榜再次罢榜的事情 周深小美满不仅累积夺冠十二周 还成为了游泥榜夺冠次数唐宝尔歌曲 这也是周深在游泥榜的第六十三次夺冠 继续保持着游泥榜夺冠次数最多歌手的记录 同时周深连续两周包揽无大维度至畅销度前五 而花开忘忧仍然继续刷新者再榜新记录 以再榜九十周遥遥领先的成绩继续保持着游泥榜历史最久再榜歌曲的记录 惊喜一大早就有四万佳人在线收听接过一下 那就是说 印象中的天来周深真是渐行渐远了 新歌借过一下又泛显又周深 不得不说夜昼周深才能给我们这么多的惊喜 多种风格多种声线就好比开盲盒 花谢过 露姐过 你是你 我是我 花谢过 露姐过 你是你 我是我 白衣过泥潭 只孤里浪漫 只心有所暗 不更改 人间过明暗 若天真又在 等闭上脸光 走夜晚 借过一下真的是歌词好 旋律好 唱得好 周深唱得更是特别有味道 没有炫技 没有修高音 周深磁性低沉的中低音非常非常好听 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又相信这首歌是很多人入坑的地方 白海灵鸟三个字一出直接封神 真的是看一次天灵盖酒飞一次 我爱你我爱你中国 我又怕你我的爱身给你 我的母亲爱无脱 而刚结束的上海战演唱会这边 他又带着三分慵懒 三分漫不经心的 唱起了黑暗诡异风的天堂岛之歌 让人一听就逃不出去 苦风格那就是周深的绝对统治区 尤其是周深的这首《弱梦》 宿命感真的好强 不过这首《弼翼神曲》 也是快变成生命之间的小甜歌了 还有新专辑更是不设限的惊喜 最新《甜酷风》的《少管我》 明快自在的旋律 然而忍不住跟着摇头晃脑 您能想象周深演唱会上全场一起 大汗《少管我》有多快乐 《弱翼神曲》《弱翼神曲》 今日周深人物访谈到底说了什么 这是一次被严重嘀咕的对话 周深用声线勾勒出一个又一个梦境 以他的故事和音乐态度 绕门思考他的音乐之旅 是遗憾与希望交织的轨迹 是自我探索与接纳的旅程 也是勇敢与脆弱并存的共物 他说新专辑并非无暇之作 而是遗憾的产物 每个遗憾都需下一张专辑去弥补 也许完美不是艺术的终点 而是过程的本身 周深的歌声告诉我们 勇敢活在当下珍惜每一刻 因为每个遗憾都是生命独特的痕迹 他的音乐不是旋律与词的组合 而是感情与灵魂的碰撞 是思考与共鸣的激发 周深自说他不自信缺少安全感 这些让他更真实也更强大 周深用音乐让我们懂得 大家不是无限的战士都有软肋 但正是这份脆弱让我们更加坚韧 即便身处黑暗也能拥抱光明 即便脆弱也能拥有力量 用心去听与声明而言 这份访谈是一次心灵的触动 是灵感的对话 周深21岁 来自贵州贵阳 有的时候只要放学一有时间 我就会偷偷地躲在电脑面前 对着麦克风使劲地唱 只有唱歌的时候才特别开心 朋友说周深太懂事了 然后周深不够任性 然后我想知道周深想任性吗 或者是说周深如果想任性的话 最想任性的是什么 当时在想这个时候我也唱七八年六七年的歌了 很多风格也尝试过了 那么就是做专辑的意义是什么呢 所以中途当中我们有一张专辑 我们是十首歌都订完了 然后词也差不多订完了 也已经录完四首歌了 也就是说 就是已经是就是你就可以发了 但那一下你就会录着录着 我就会觉得 好无聊 没有达到自己心 对我都无聊 不是说那个歌不好听 或者是我不喜欢它 因为我不喜欢它 我不会把它选进来 你就会觉得少点什么 你就会觉得 那我出专辑的意义是什么 你就录着录着就迷失了 录着就觉得 我这张专辑不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那一下也就非常 不礼貌的 非常非常不礼貌的去 否定了这张专辑 当然我们该该解算还是解算 你老师们还是付出工作什么吗 还是还是 对对对 就肯定的 不能让人家白工作 对 所以就那一下 我觉得就是我成长最大的一个变化 因为我以前会更多的会觉得 好好好 可以可以可以 我都可以 因为我也都可以 我的确都可以 对 我都行 就是 因为你给我什么样的工作 你让我做任何事情 我一定会把我的部分完成到 我能完成的最好的部分 我都行 我都会好好地对待它 我也很享受它 但唯独到专辑这一下 我觉得 哦 我不行 那样一次 对那样一次的任性 我现在很喜欢那样的一个任性 所以周生以后会越来越任性 没必要任性的时候 也不用 不要硬任性 就是我不 我不做你就采访了 可以可以 这也很奇怪 我其实大多数不会任性 因为我觉得这样 让自己的任性值钱一点点 是从唐天老师口中他说 他说 他说是 我觉得自己是有一天 终究也会被大家忘记的 这样一个词作 那我现在这些努力 就希望自己能够去延长 被大家忘记的那个时间 我那一下觉得 哇 跟我想的也好像 我觉得自己 终究有一天是会 离开这个舞台的 那就 让现在自己转足的这些劲儿 或者做这些事情 去慢慢延缓那一天的到来 我觉得 这个 足够我支撑去做很多事情了 想唱到多少次